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这两天我们讲到川普的海湖庄园被突袭 引起了大家非常强烈的反响 很多听众都在节目当中留言提到这个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讲新闻就从大家的留言 开始去讨论一下最近这个新闻到底 让我们看到什么 以及对美国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手机尾号5918的这位老朋友了 他今天在留言当中说 问我有没有看过美国的著名电视剧《纸牌屋》 他说里边所描述的就是美国政界的一些丑闻 说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纸牌屋》我看过 但是没有完全看完 我觉得《纸牌屋》它里边所描述的肯定 就是根据现实当中的一些美国政坛上曾经发生的事情 然后再经过创作 那么才有这个纸牌屋 你说它全部是真的 我觉得不可能 你说它里边所描述的一些事件 在美国政坛上有没有真实发生过 肯定有 所以这是美国政坛的一个缩影 或者说一个折射 这次川普的海湖山庄被联邦调查局这样突袭 令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说这次事件的真相 包括过去美国政坛上发生的一些令我们非常疑惑的事情 那么会不会这些真相有一天大百于天下呢 如果现在民主党把很多资料给删除了 那么会不会这些真相 我们永远不知道呢 其实我过去讲肯尼迪总统被暗杀这个事件 我就讲过美国历史上在美国政坛当中有很多真相 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那么这次无论是大家提到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的一些舞弊的嫌疑 还有这次联邦调查局用这种手法来突袭一个前总统的私人住宅 到底为什么 以及他在这个突击过程当中找到了什么资料 现在有媒体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这么高调的突袭川普的私人庄园呢 说是川普离开白宫的时候 带走了一些有关联邦调查局丑闻的一些相关资料 所以这次去主要是找这些资料 我对这个说法我不确定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在猜测 很多都说什么知情人士 什么内部人士 我觉得这些我们未必要全信 但是你说这次突袭海湖山庄事件 会不会以后永远真相不能够大白于天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而这次突袭海湖山庄 在美国民众心里所产生的影响 到底对谁有利 我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说川普的儿子在他个人推特里面说 突袭海湖山庄事件爆发之后 川普在第二天的募款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 他没有说募了多少款 但是我认为最起码大家看到 这是联邦调查局这样的行为 会令到有些人产生了对川普的同情 这种同情会不会变成支持川普的钞票 或者变成支持川普的选票呢 我想中期选举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在礼拜四那天不是有个男子去突袭了 辛西纳提的联邦调查局的办事处吗 这次事件还好 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但是这个拿枪进入联邦调查局办事处的人 你说是不是因为川普的海湖山庄被突袭 所以导致他产生这种过激行为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次事件给川普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呢 目前我没有看到 但是最起码我看到了美国很多民众 特别是中间选民 因为这个事情对联邦调查局 对司法部的做法的疑虑 这种情绪是非常浓厚的 节目播出之后 很多听众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 大部分听众认为这次事件让他们觉得非常震惊 觉得这样下去 美国是不是民主制度就要受到破坏 但是个别的朋友留言不是这种看法 比如说有一位叫Jeffrey的朋友 他留言说 他说你说就是指我张秋杰 你说搜查是民主党主导的证据呢 我相信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 如果你认为川普是无辜的 那就应该欢迎搜查 搜查一下所获证明川普是清白的 首先我想说证据在哪里 证据就是现在司法部部长是拜登任命的 司法部部长是民主党人 联邦调查局去搜查前总统的住宅 司法部部长不可能不知道 至于这个搜查令来得合不合法 这个等下我们可以去讨论 但是你的观点认为 如果川普是无辜的 那就应该欢迎联邦调查局搜查 我对你这个说法感到十分的震惊 在这段留言下面 有很多听众也有这个接下来留言 有一位叫David的听众留言 他说不是坏就是蠢 我觉得David应该是讲的是美国联邦司法部 然后有位叫Hidy的朋友留言 他说是否有罪不是联邦调查局说了算 这个突袭行动是违宪的 如果无辜就要欢迎搜查的话 这是什么逻辑 执法机构需要有非常有利的证据 表明其有罪 并且取得书面的搜查令才可以搜查 这并不是想搜查就想搜查 民众有保护自己隐私和名誉的权利 保护私人财产不受到侵犯 我觉得Hidy这位听众朋友留言非常到位 民众有保护自己隐私和名誉权的权利 保护自己私人财产不受到侵犯的权利 在西方的这个司法系统当中 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 就是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那么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是无辜的 我们应不应该欢迎执法部门 到我们家里的搜查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美国 川普跟我们一样 都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美国宪法规定了美国公民 有保护自己的权利 包括自己的隐私权 包括自己的私有财产 如果平时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了有警察 甚至是联邦调查局来敲门 我们应不应该欢迎警察 跟联邦调查局 或者其他执法部门的人 进入我们的房间呢 如果你问律师的话 律师一定告诉你说 除非他们有搜查令 如果他们没有搜查令 你可以拒绝他们进房间 你也可以拒绝回答 他们的一切问话 因为在美国执法人员 找你问话的话 你所回答的问题 未来有可能在法庭上 会成为相关的证据 如果你在美国 连这点都不了解 你看见警察 你就觉得他们是正义的代表 你看见执法人员 你就觉得他们代表了美国司法 你就可以回答他一切问题 甚至打开你家的房门 任由他们搜查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在美国生活 一定会有相当大的麻烦 我不知道这位叫Jerife的听众 你是生活在美国呢 还是在我们平台当中 很多翻墙到美国来听节目的 如果你生活在美国 你对美国的司法环境 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是这样认知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律师 普及一下美国相关的法律 川普是不是无辜的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认为川普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就可以任由联邦调查局去搜查的话 这肯定不符合美国的法律精神 其实讲到这个话题 生活在美国的第一代新移民 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 在美国会碰到相关执法部门 对你问话 这是很有机会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你来美国留学你学的科目是比较敏感的 学的什么电机工程啊 学的这个化学材料啊 这种比较敏感的专业呢 往往如果你是研究院的研究生 或者是攻读博士学位的话 我想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联邦调查局会跟你聊聊天 其实啊 这种情况在美国经常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联邦调查局 他要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 他要保证美国的国家利益 他会对一些所谓的有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利益的对象进行访谈 包括我们做媒体的 如果你是来自中国大陆 或者你是中文媒体的话 你有可能引起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这也是肯定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 你应该怎么应对呢 比如说有些人看到联邦调查局的证件 就觉得十分的害怕 然后问什么说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对美国法律的不了解 如果你请教律师的话 律师肯定会告诉你 在你的律师没有到来之前 你什么问题都不要回答 因为联邦调查局的这些特工找你 很可能也就是泛泛的来调查一下 因为你学的科目 或者你从事的工作比较敏感 或者你在美国接触的一些人比较敏感 他可能就是对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然后对你这个人进行评估 如果发现你有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的话 他才会对你特别重视 但是也有可能 他找你谈话的时候 就是有目的而来的 比如说有人诬告你 那么而联邦调查局相信了这个诬告 所以联邦调查局找你问话的时候 很有可能他对你的这个问话 就是有目的的 那么如果你回答不小心的话 有可能为你惹来相关的司法麻烦 所以这一点 我们生活在美国 我非常反对那种 把我们过去在亚洲生活的这种文化习惯 带到这边来 一看到执法机构的工作人员 我们就觉得很神圣 所以他问什么我们答什么 在美国千万不要这样 那么所以基于这点 我认为联邦调查局去突击川普的海湖庄园 有没有道理 我们可以从接下来发生的新闻 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 但是如果你觉得 川普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所以川普就要打开大门 让联邦调查局去随便搜查 从而证明自己的清白 你这种想法十分错误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川普在纽约州检察长的问话当中 他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权利的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今天我们聊的是 在川普海湖庄园被联邦调查局突袭之后 我们节目当中很多听众留言 这个留言让我们要讨论到一个问题 生活在美国 我们看到川普前总统 他的家被突袭了 我们怎么看这个事件 我们生活在美国 其实现在我们跟川普一样 都是普通的美国公民 因为川普现在已经卸任了 当然他身边有几个随户 那么我想这是他跟我们的区别之一 或者他财富比我们多 这是他跟我们区别 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权利 我们跟前总统川普都是一样的 我们如何看待联邦的执法部门 或者其他的执法部门 在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他们对我们有这个调查 或者有问话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上节我们说了 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清白的 所以对这些执法部门的所有的问话 所有的调查 我们都要坦诚相待 有什么说什么 在美国善于用法律保护自己 这是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 必须要学会的 在联邦调查局这种执法机构 对你问话的时候 你首先要清楚 这个问话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 联邦调查局如果问你今天吃了什么 炒个菜 放了多少油 多少盐 这当然不会对你有影响 但是他问你来美国的目的 或者是你在某一件事情上的看法 或者是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 你为什么这么做 这种问话往往就要小心 一旦回答错的话 会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我在美国没有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我也没有去当外国间谍 外国代理人 那么我怕什么问话呢 怕 为什么怕呢 比如说你让联邦调查局的人 进入你的这个房间 你的房间里边 有没有一些违反美国法律的事情呢 举个例子 你正好在家里 把你自己拥有的枪支摆出来 不止你觉得家里只有你一个人 所以这个枪呢 你没有把它妥善的放好 这里边有没有违反美国的法律呢 有 因为有些州在这方面呢 大家规定特别严格 所以你不但违反了法律 很可能因为某些州 特别的一些地方的法律 你反而成了一个刑事犯罪 所以本来联邦调查局 可能到你家 只是为了普普通通的 对你做一个评估 但是如果你随便让他进门的话 可能让一些 本来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包括这次川普到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 去接受问话 我们来看川普是怎么保护自己的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了 川普为什么要到纽约州检察长办公室 去问话呢 因为现在纽约州的检察长说 川普在获得银行贷款的时候 虚高了自己的物业的资产 所以呢 纽约州的检察长在对他进行这个民事调查 川普说为了他自己 为了他的公司 所以他要到这个纽约州长办公室 去做一个问话 但是在问话过程当中 川普只回答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他的姓名 其他的所有这个州检察长 或者检察长手下的这个律师 向川普的问话 川普都以美国第五修正案 作为理由全部拒绝回答 这个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比较复杂 但我们简单的讲 他就是在你接受有关执法部门 或者是司法诉讼问话的时候 你可以拒绝回答问题 因为一个人 一个美国公民 不需要证明自己有罪 什么叫证明自己有罪呢 就是当检察官向你问话的时候 如果你有问必答 你很可能在这个问话当中 把你自己有罪的证据 不自觉的讲了出来 那么所以呢 你可以拒绝回答问题 如果检察官认为你有罪 如何找到你犯罪的这个证据 是检察官的责任 而不是嫌疑人的责任 这就是美国第五宪法修正案 赋予每个美国公民的权利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宪法修正案 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呢 如果明知道你有罪 因为你不开口 检察官没有办法定你的罪的话 那么你是不是有可能逍遥法外呢 我们说在西方的这个司法体系当中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一罪从无 什么叫一罪从无呢 如果你不能证明这个人有罪 哪怕你从表面上看起来 他的犯罪嫌疑十分清晰 但是你都不能把他定罪 那么谁来定这个人有没有罪呢 是陪审团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讲到这个话题 都会举到辛普森的杀旗案 辛普森杀旗案 所有美国人 只要你有正常的示威 你都相信辛普森的前妻 以及他前妻的男朋友 被谁杀害了 就是被辛普森杀害了 但是在这个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啊 因为某一个警察在工作当中 违反了一些程序的准则 所以最后陪审团裁决 辛普森无罪 辛普森就被当庭释放了 这就是所谓一罪从无 在司法系统当中所起到的作用 或许他真是让一些嫌犯逍遥法外了 但是他更多的是保护了一些 被无辜指控的人 所以这个宪法第五修正案啊 就是保护被指控的人 不用自证自己有罪 那么川普这次据说 在律师的建议之下 在四个小时的这个问讯当中啊 川普只回答了自己的性命 其他他全部用这个宪法第五修正案 做理由拒绝回答 美国的左派媒体看到川普这个举动之后啊 对川普提出了这个嘲笑 这些左派媒体为什么嘲笑川普呢 因为川普自己本人说过 他说利用这个宪法第五修正案 拒绝回答检察官问题的 只有黑社会的暴徒才是这样的 所以这些左派媒体一哄而起说 你看川普自己说 利用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都是黑社会暴徒 所以现在证明川普就是黑社会暴徒 这就是我们讲到川普这个人的时候啊 其实我很多时候被一些听众朋友说 你就是个川粉 你支持川普 的确川普的很多 他当政的时候政策 我是完全支持他的 但是川普这个人身上有没有缺点 有没有缺陷呢 我在节目里面也经常批评川普身上的缺点 只不过那些恨川普的人呢 当我讲川普好的时候 他们就说你是川粉 当我批评川普的时候呢 他们就装没听见 其实川普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 他身上有很多缺陷 比如说我之前讲过 在他的前顾问康威说 2020选举的事情 我们应该放下的时候 川普就居然说康威 你滚回你这个疯老公身边去 川普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语言风格来讲话 并且康威在当川普顾问的时候 可以说对川普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对川普也是忠心耿耿的 这就是川普个人的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他往往讲话会讲一些过头的话 包括利用宪法第五修正案 拒绝回答检察官的问题 本身这是美国宪法赋予美国公民保护自己的权利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把他解释为只有黑社会暴徒 才利用这个宪法第五修正案 这种说法本来又是错的 今天川普被左派媒体嘲笑 就是因为他讲话的风格口不择言 所给他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代表川普不能用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 无论川普以前说过什么样的话 这是川普拿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 让自己在这个所谓的民事调查当中 不用自政有罪 川普的律师给他提了非常好的建议 讲到这个美国的司法是不是独立这个问题 有一位叫Ten的听众留言 他说我也相信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司法独立和应用这个法律进行滥述和阐述 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的司法是独立的 但是有人可以利用美国的法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惜滥述述 包括我们看到川普自从竞选总统2016年到现在 这么多的调查 这么多的诉讼 我想这位叫Ten的朋友 意思就是这就是烂述禅述的一种表现 所以他跟司法独立是两个概念 司法独立不代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他还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他说他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个例子 他有一个租客三个月没有交租了 上法庭经过半年 法庭判他胜 要这个租客交租 但是这个租客还是不交 于是他就申请驱逐令 让法庭来把这个租客不交租的租客给驱逐走 过了五年 负责追债的公司还找到了这个租客 开始每个月从这个租客的支票当中扣他的欠租 我觉得听你这个故事前半部分 我觉得你非常幸运 你还能找到这个人 还能从他支票里面扣租金 其实很多人遇到这种恶租客 不要说这个租金 房子被他破坏了 还要付钱去装修房子 那么Ten告诉我们说 他说过了好几个月之后 他突然收到了法庭通知 说这个租客反告他 于是他就上法庭去应诉了 到了法庭反告他的租客却没有出现 于是法官就把这个case给撤销了 过了一个月他又收到法庭通知 那个租客又告他 他又上庭 这次那个租客出庭了 原来这个租客告这位叫Ten的朋友 说他已经清还了全部的欠租 但是呢 这个Ten还在继续追他的租 然后法官就问这个Ten 租客是不是全部付清了 他说没有啊 于是法官就让他们到楼下 把档案找出来交给法官 上面记录这个恶租客欠租多少 非常详细 那么所以呢 法官就让这个恶租客继续交租 他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在美国有人利用法律 可以无端的对你进行起诉 而这个起诉呢 他未必会胜 但是他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我想一个普通美国公民 会遇到这种事情 川普同样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我同意这位叫Ten的朋友的说法 司法独立在美国 最起码目前我们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 但是司法独立之下 不代表行政权力 不代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不会利用美国的法律 来给一个美国公民找麻烦 这次突袭海湖山峰事件 我想跟这位叫Ten的听众朋友 所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 有人利用了他手上的权力 来给某一个美国公民造成一个麻烦 关于这个美国司法独立的话题 还有很多听众留言 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们就不一一的讲出来了 欢迎大家以后在美国 你所遇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 你觉得经验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在我们留言当中写一下 然后我们会很乐意在节目当中 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 好 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坡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坡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